另外 拿都斯里佐哈里出任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后 各界都在关注 他正在担任的一马特工队主席 是否会换人 当事人今天到部门打卡上班时 就霸气回应 还是由他领导这个特工队 负责追讨资产 和解决一马公司相关问题 佐哈里出任种植及原产业部 首要任务就是和业界人士打好关系 更频密地和利益相关者见面 了解所面对的问题 研究到底需要什么政策 才能让有关领域发展得更快 他解释 原产品是我国主要收入来源 而部门管理的五大经济作物 也就是油棕 橡胶 可可 胡椒和木材 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 确实面对挑战 但无论是中小企业或大型种植员 政府都必须做好中间人的工作 推动发展 因为只有商家成功 才能带来更高的税收 更多的工作机会 国家经济才会更好 或者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